朱振华说昨天宝山行之 是吧逃行之吧 这个名人啊教育界的名人 宝山上海啊 上海郊区宝山区 过去叫宝山县 是吧 淞沪抗战的时候有一个营国军 保卫宝山县城 宝山县城整个都殉国了啊 宝山行之二中的事听说了吗 说全体教师净座财务史 集体罢课一天 听说七八月份 俩月了都没发工资 现在不都九月份了吗 打了110报警 警察来了十几个 阵仗很大 今年小学都没触发摇号机制 估计明年初中部也触发不了了 现在没有小孩了 没人生孩子了 摇号一来 声援一塌糊涂 分班就举报 英语考个位数的大神混在一起 拉也拉不动 校长走了 带走了一批老师 主客老师都招不到 也是工资都不发 去哪里招慈善人员呀 是吧 我们又不是做慈善的得养家糊口啊 房贷车贷老婆孩子是吧 上游老下游小 谁可能给你白干呀 现在这种事太多了 一年四万多的学费 呵呵 行之二中的铁杆吹呢 摇号摇中的 估计肠子都毁清了吧 有人说了 站个一楼 先吃口新鲜瓜 反正我也是吃瓜群众嘛 说民办嘛 倒闭就他妈拉倒 这是在那个屋子里边 你看警察来了 是吧 这些老师啊 老师教师 不管是大学中学小学 还是幼儿园 还是女性为主 你看是吧 这里边 出现的这些人 一二三四五 五个女人的头像 两个男性 这有一警察 警察是男的为主啊 警察来了 这个老师的工资开不出来 上海应该还是不多 这可能是个民办学校吧 公办学校现在应该还能保证 如果连公办学校都保证不了了 也就够呛了啊 上海不是中国最繁荣 最发达 最有钱的地方吗 是吧 中国的经济的发动机 经济的引擎 现在都不灵漏 现在没有小孩了 没有小孩 没有入学的 你就收不上来学费 最终就玩完了 哪像日本人 人家日本有一个小岛上 只有一个女学生 是吧 十几个老师 连校长连食堂 配了十几个老师 只给一个女学生 日本的北海道 那个有一个车站 只有一个小女孩 每天要坐那个车 然后去上学 然后那个火车一直保留着 到那个小女孩毕业了 那火车就不开了 是吧 人家日本能做到 中国可做不到 真的 中国绝对做不到 玩完了 中国 歇菜了 瞎了 瞎了